大家好,我是舰长蔡文博 这一阵子在日本发生了一些食人菌的感染案例 所以很多去日本旅游的旅客会担心 那新闻上说这个食人菌会把你的肉吃掉 那它的病人体是一种叫什么A型链球菌这样子的一个细菌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叫做A型链球菌 什么叫食人菌 为什么A型链球菌会引发像食人这么恐怖的疾病 那这个有些报道提到这个食人菌引发的这个疾病叫坏死性筋膜炎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A型链球菌 什么又叫做坏死性筋膜炎 它这种可怕的疾病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以及我们要怎么治疗它呢 我们一开始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可怕的新闻 它最早的源头是从哪里发展出来的 这方面的新闻最早是来自于1994年5月一个英国的报纸 这个报纸是The Daily Star 这个报纸是个小报 它就一个非常耸动的标题的新闻 叫做一个新闻的标题叫Killer Box at My Face 这个杀人虫吃掉我的脸 然后里面有提到一个四肉菌 然后搭配一个照片是人的体表 它的肉就不见了露出那个深层的一些组织 看起好像是肉被吃掉的感觉 看起来很恐怖 那这个耸动的标题配合这个恐怖的照片 当然就轰动了国际 那相关的疾病之后 如果再上新闻 就会让一般人想到 我能够吃掉我的脸的那个可怕的四肉菌 就会造成一些恐慌 那当时这个报纸用这个样的标题 当然也是为了吸引读者去读它 因为没有人看的报纸 通常就会用耸动的标题吸引大家的注意 来增加这个阅读量 好那我们在新闻中也看到说 这个四肉菌就是一组 所谓的A型链球菌 那什么叫A型链球菌呢 其实是指链球菌有很多种类型 在过去呢会为了把它做区分 用了一些染剂啊 用了一些药剂做一些分类 这个分类法呢叫做Lensfeld的分类法 那Lensfeld的分类法 其实它可以把这个菌分为 A组 Agroup Bgroup Bgroup C组 D组一路往下 所以比较好的翻译其实是 那个group A的这个链球菌 那我们现在把它翻译成A型 那你把它分类型也可以 分组分组别也可以啦 但现在翻译几乎都是翻成A型链球菌 但是以原文来讲 应该是A组链球菌 好那其中用这个Lensfeld的分类法呢 分为的这个这么多的星星当中A组当中 还有一种菌叫化农性链球菌 后面是它的学名 那你看到后面这个Pylogens 这Pylogens其实有点是发烧的 那个炙热源的意思 所以它可能会一起发烧 但它会让你化农 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化农性链球菌 那这个Lensfeld的分类法 是过去在做链球菌鉴定时的一种方法 但这个方法现在已经比较少用了 所以我们还是用过去这个Lensfeld的分类法的命名 它会叫A组或叫A型链球菌 但这样的分类现在已经用得非常非常少了 好那这个化农性链球菌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新闻中所讲的 A型或叫A组链球菌 它是可以透过飞沫或是接触传染的 它如果传染到我们身上呢 如果轻微者就感染喉咙 引发喉咙发炎 那如果你看你的皮肤 就会开始皮肤一些浓泡 就甚至严重 只会造成蜂蜗性组织炎 就蛮严重的 那如果这个感染深入到筋膜 就往你的皮下再往下走的话 就会引发所谓的坏死性筋膜炎 它就会让筋膜就坏死 就会看起来就很像是肉不见的 所以叫做食肉菌或叫四肉菌的感染 那更严重者 如果这些菌开始产生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毒素 那这些毒素呢 会引发你的休克 那就会造成很多脏器甩血 甚至会死亡 我们就称它叫 链球菌毒性休克症候菌 就是这个A组链球菌 分泌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毒素 引发你的过度的免疫反应 就会造成多重器官的衰竭 甚至叫做症候菌 就是一个休克症候菌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A型绿组菌 感染之后呢 如果感染后可能会引发蜂蜗性组织炎 或是化膿性的扁桃炎 就在喉咙附近嘛 或是心虹了 那如果你今天感染康复之后 可能还有一些后遗症 有些康复的病患 可能还会有一些像 蜂蜂性心脏病 这是比较像是免疫疾病 自体免疫疾病 你的免疫细胞 有些组织被攻击 或是它就发炎了 就会造成一些肾脏的一些问题 那它所分泌的多种毒素呢 也会侵入到我们的皮肤跟软组织 那会可能会偶尔会看到 皮肤就开始坏死了 溃疡了 甚至深入到筋膜肌肉层的这些坏区 那这种看起来就好像肉被吃掉 所以我们才叫它蜀肉菌 但是这样的蜀肉的感染 其实比较少见 它也是A型绿组菌 各种病发的症状当中 比较少见的一种比较可怕的类型 好那我们刚刚说这个A型的绿球菌 就是所谓的化农性的绿球菌 它可能在感染生物端的软组织 有可能会引发坏死性筋膜炎 所以这个菌可能会影响 引发坏死性筋膜炎 那什么是坏死性筋膜炎呢 我们来看看 它其实就是指向这种 蜀肉或蜀肉菌的感染 所以它的英文直接叫 Fletcher eating disease 但这个翻译其实不是很好 因为这些菌 不是真的吃掉你的肉 它其实是透过感染 让一些体内的软组织坏 尤其是皮下组织 这我们等一下会讲 那有些危险因子 就是哪些人得到这些细菌的感染 更容易引发坏死性筋膜炎呢 就是糖尿病或癌症等这些病患 免疫能力比较差 或是肥胖酌酒 或是你有长期施打毒品 会让你周边的血管有些疾病的 这些病患 它在感染这个化农性绿球菌 比较有高的机会 去引发坏死性筋膜炎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 引发了坏死性筋膜炎 它通常不会在人与人之间 做快速的传播的 它是通过肥膜跟接触 那只要隔离好 其实通常就不会做人与人的传播 所以它的传播效率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恐怖 好 那它感染部分 那皮肤会呈现红色紫色的这些病症 然后会有感染处 会有强烈的疼痛 高烧以及会有呕吐的症状 这是坏死性筋膜炎的一个病症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坏死性筋膜炎呢 如果今天你的感染扩痒 是发生在表皮或是真皮 都属于皮肤性的感染 那就是皮肤性的发炎症状咯 就叫这些名字 但如果你今天已经进入到皮肤的底层 可能就顺着皮肤底层 开始往附近开始扩散 就会引起比较大面积的蜂窝性组织炎 那如果你今天感染是更生存的这些软组织 比如说皮下组织等 皮下组织包含 比较浅的筋膜啦 比较深的筋膜啦 皮下脂肪 或是在里面的神经旋软 动脉筋肺等 那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就叫做坏式性筋膜炎 因为你感染发炎的区域是在筋膜 那筋膜是指真正的肌肉的外面 所以它并没有到这个肌肉 如果是肌肉被感染的坏死 就直接叫肌肉坏死了 它包含缩菌感染跟非缩菌感染的 就会分为缩菌性跟非缩菌性 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坏式性筋膜炎 其实是指软组织被感染 所以它并不是直接感染肌肉的 所以叫它弑肉菌 食肉菌 这个翻译是不太正确的 它是造成软组织的感染 使得上面的组织揉了之后 你就感觉像肉好像少了一大块 所以病症是蛮恐怖的 好 那这个有关于坏式性筋膜炎 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新的病 其实早在公元前五世纪 这个西伯克拉底 就是一个早期的医师 他就首先描述 我们人体会因为受伤而引发感染 可能会引发坏式性筋膜炎 那其实在还没发现显微镜 我们还不知道 有些发现是细菌引起 这样的概念还没有之前 其实在战争的时候 外伤或是外科伤口伤 有一些受伤的伤口 就可能会化农 这些化农的 其实我们就发现 它应该就是某些脏东西 碰到你的伤口 引发了这种坏式性筋膜炎 而这个坏式性筋膜炎 就常通过伤口 包含战争的受伤 或是意外受伤而造成化农的 好 一直到了1846年 这位科学家叫 塞麦尔维斯 塞麦尔维斯 这位科学家呢 他就注意到说 如果今天我们是检查尸体 我们会做解剖尸体 然后解剖尸体完呢 又马上去检查 要准备怀孕的 准备生产的产妇 就可能会照常这些产妇 他自己跟他的婴儿 受到感染 他就认为说 这个尸体可能有毒 这个毒会在我们没有 把我们的手弄干净的时候 不小心传染给其他的病患 他就把这个毒叫尸毒 尸毒可能会从尸体 从我们过来的 那目前也知道 这个尸毒 其实就是这个 坏死心肌膜炎的病原体 尤其是我们刚所讲的 这一群所谓的A组 A型 这个炼球菌这一类的 好 那到了1920年 这个梅莱尼 他就去鉴定 到底这个尸毒是什么菌呢 他发现这个菌 会引发 那个红血球的破裂 就是龙血的 所以他就称之为 龙血性炼球菌 就这样称呼 那所得到的这个疾病 就叫做龙血性炼球菌性坏区 因为这个组织坏掉 叫坏区 所以当时在1924年 是称这方面的疾病 叫做龙血性炼球菌性的坏区 好 一直到了1952年 威尔神来提出 那这个 他造成筋膜的这个坏死 就把它改名叫做 坏死性筋膜炎 所以这个疾病在 公元前五世纪 就已经知道了 一直到了1952年 给他一个名字叫做 坏死性筋膜炎 就一直沿用至今 那到了80年代 除了他造成 我们发现他除了造成 筋膜的坏死 引发很恐怖的 好像肉被吃掉的病症之外 他所分明的毒素 会引起全身性的休克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病症 就叫做 练球菌毒性休克症候群 那简称STSS 那这个呢 反而是最近 我们对于这个 A型练球菌 比较担心的事情 你肉被吃掉的 可能还不会是 但如果你发 那个毒素 多种毒素同时 引发休克 那就会危及性命 所以把你离在之后 反而会针对 这个毒素造成的休克 来做一些相关的 检定跟治疗 好 这是坏死性肌膜炎 它的研究历程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现在 坏死性肌膜炎 我们刚刚有提到 A组链球菌 那A组链球菌 就是引发 坏死性肌膜炎的 唯一病原体 也不是 那因为会 甘染你的肌膜 引发坏死性肌膜炎 这种的病原体 其实蛮多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就是A型练球菌 是主角 我们看一下 目前医学上 对于坏死性肌膜炎 有些分类的 我们把坏死性肌膜炎 到第三到第四 其中第一类 属于所谓的 多种微生物感染 它是最大宗的 占坏死性肌膜炎 大约七成到八成 好 那下面一大堆的细菌 就会感染 所以它是多种细菌 同时感染 而引发的坏死性肌膜炎 那我们将会 更细节的跟大家介绍 那第二类呢 叫做单一微生物 那主要就是 我们今天的主角 就是那个 龙血性的那个练球菌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就是A型练球菌 它是主要的主角 但它可能会搭配 其他的像葡萄球菌 一起感染 就一或两种 就造成感染了 那这样的感染 引发的坏死性肌膜炎 大概占两到三成 剩下的另外两个型 一种是超急性 就是它可能感染非常非常快 它通常是温热的海水当中 或是你吃到食物当中 海洋中的一些细菌 感染你的皮肤 而产生的这个 坏死性肌膜炎 这个量比例非常非常低 不容易看得到 另外一种 第四种是真菌性 不是细菌感染 比较像是 像白色练度菌 这些真菌感染二引发的 它的机率其实也不高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出 它的死亡率 其实都蛮高的 不论是哪一种类型 假如是坏死性肌膜炎 死亡率都蛮高的 这就是为什么 新闻媒体会把它爆得很恐怖 因为人死亡率高 就好像都被吃掉了 这个人就可能 存活率就很低了 好 那么很快的把这四大型的 坏死性肌膜炎 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型呢 它的比例最高 前面讲说七到八成 那有些文献是讲 55%到80% 所以不同的文献 可能有不同的资料 得到不同的数据 它通常会感染你的腹部 或你的腹骨骼 就是两腿内侧 它比较偏中枢的地方 那通常泡发于 年纪比较大 然后有糖尿病啊 肥放症啊 或是免疫缺乏的这些病患 比较容易被感染 那它的感染是多种细菌的嘛 所以有可能包含了 艳阳菌们 包含就是泥感菌啊 梭妆感菌这些艳阳菌 另外就是所谓的兼养菌 就是有养没养 可能都可以的 包含葛燃是阳性菌当中的 精华色泡沙球菌 跟化农性练球菌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以及长球菌 所以有可能不是化农性练球菌 也就是不是由 A型练球菌感染 别的菌也可能 但是化农性练球菌 是常见到的 那个 那个坏死性肌膜炎 常见到的病原体 好另外也有 葛燃是阴性菌 像大脑感菌啊 或绿容感菌 也会跟着感染 这些细菌呢 同时感染 造成多重病原体的感染 这就属于第一型的这个 化农性肌膜炎 常见的感染类型 就是第一型 好第二型的比例比较少 大概两到三成 它是比较年轻的金刚神人 而且它主要 发病的位置是在四肢 就不要不是中枢 那它的菌种的主要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化农性练球菌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A型练球菌当中的 化农性练球菌 它会参与了第一型 跟第二型的这个 化农性肌膜炎 所以它就是引发 化农性肌膜炎 主要的菌种 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 但可能会搭配 其他的细菌共同感染 比如说第二型 叫单一菌种的 它有可能是单一感染 有可能是化农性的练球菌 搭配葡萄球菌 可能是它单独 或是加上 这个葡萄球菌 所以它 有它或没有它 都可能的 那这两种菌呢 在感染过程都会产生 快速的产生病 那个毒素 就会引发所谓的 毒性毒素的 求可症候菌 所以如果你引发什么 STS 就是这个 毒素的快速让你 多从器官摔血而行发休克的 主要是以第二型 它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它比较容易引发毒素 而造成的休克状态 好第三型 当然比例就很低很多 是在温暖的海水当中 是所谓的海洋活菌 或叫创伤活菌 其实海洋活菌之前 也有发生过一些 类似四人菌 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就有人在海面玩水 结果回去之后 它的脚就一边漏就不见了 其实就属于这种第三型 叫做创伤活菌 或叫海洋活菌 但它的问题是 可能你的表皮没有任何的伤口 它仍然可以感染你 可是它非常非常罕见 所以这偶尔会遇到 比刚刚才我讲的 另外的类型的 那个患死性肌膜炎来的少见 好那第四型更少见了 它是真菌引起的 它不是细菌引起的 像这个白色烟草菌 在如果你免疫低的时候 它感染你就有机会 引发这个患死性肌膜炎 这方面的症状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患死性肌膜炎 在我们人类世界中的流行病学 它的死亡率很高 就高达70% 如果你有做 医学处置 当然会降低一些些 可是它的高死亡率 一直没有明显的降低 明明医学进步这么多 这么快 为什么死亡率还这么高呢 目前认为是 因为诊断延迟了 等你发现它是患人性肌膜炎 可能它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那因为延迟的诊断 后面的手术轻创 就会比较延迟 轻创就是把 烂掉的组织 还有细菌组织 轻掉洗干净 如果你流 它就不断的感染下去 就是很严重的后遗症 所以早期诊断 反而是针对 坏死性肌膜炎 一个治疗的很重要的策略 早期诊断 早期使用好的医疗策略 包含轻创 包含抗色素治疗 就可以比较有机会 把死亡率降低一点 好我们看一下发生率 在美国 大约每10万个人民 有0.4个例子 就是发这个病 那吸入率高一些些 每10万个人有一个例子 会得到这个坏死性肌膜炎 好那如果你今天 罹患了坏死性肌膜炎 你可能是单一细菌 可能是多种细菌 主要都是细菌作为病原体 除了第四型是真菌之外 所以如果是细菌引发的 我们就用抗生素 而且抗生素常常会组合使用 就是多种抗生素同时使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 常见到的治疗坏死性肌膜炎的抗生素 有这个叫做便积青霉素 它是青霉素的一种 只是它多了便积 便积就是它多了一个本甲基 就是青霉素 然后多了一个官能基 所以有有人把它叫做 盘尼西林G 因为它是青霉素 青霉素就是盘尼西林 可以叫它G型的青霉素 或直接叫它便积青霉素 后面几个人常看到的 常用的治疗病的抗生素 像这个克林霉素 跟万古霉素 跟庆大霉素都是的 但是如果我们刚刚说 如果你平均来讲 没有治疗死亡率很高 大概七成 如果我们今天晚上的治疗 它的死亡率 虽然被压制了 压低了 但仍然可以高达25%到35% 所以就算你细心的治疗 它的死亡率还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对它 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